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方向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那有些人觉得还要谈罗志强吗 有的刚刚现场朋友在跟我们这样讲 但是因为桃园选举还没有定啊 不过桃园 新竹 花莲 高雄 有这几个地方我们今天都陆续来谈 但尤其是桃园现在到底是要怎样 桃园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包括了在地的黄国元党部 他说两周内会找出在地最强的参选人 这位党部的主委呢 蔡中成就是刚刚那说接替之前的 玉北辰的黄国元党部 对我们黄复兴的 是 已经讲很白是在地的 当然当罗志强宣布完参选在我们节目上 然后到了这个记者会之后没有多久 哇 党中央雷厉风行 两个多小时之后吧 立刻开记者会打脸 而且讲话的口气非常的重 直接用他很弱 已经排除等等这些用字 显示很强硬的用法 直接把他排除掉了 我基本上不能代表党中央来发言 我也不是选策会的人 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智库当中呢 我们都负责各地区的一些民调 来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那个时候在三月多的时候 被指示要来做这个桃园区的民调的时候 志强是放在名单当中 就是有四个人 而且那个民调的份数啊 比一般一千多份更多出的一倍 因为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你除了党内互比之外 你还要跟陈时中跟郑宝庆跟郑运棚 所以你看我们就会做到将近两千八百多份 所以那个算是达博的 那这个民调里面所显示出来的 我想非常多人都知道 在三月底那时候的趋势都是一样 不是只有智库的民调 包括很多在地的议员 包括其他美丽岛或等等之类的 通常所显示的民调 大概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三月底 我一直强调三月底 因为民调通常是滚动式的 两个礼拜恐怕就会变一次 在那个时候 的确是鲁民则是最高 然后呢 万美龄跟志强 大概就在伯仲之间 可能万美龄高一点 那我们的吕玉林委员 那个时候就是民调稍微是比较后面的 所以这是四个人很明显的 不过我要说 除了陈时中之外 其实前三的人 对于郑运鹏跟郑宝钦 都非常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意思就是说 像是在鲁明哲的部分里面 他是赢过这两位在地的立委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数字民调 那你刚刚问到就是说 为什么秘书长就是党秘书长 党秘书长其实很少自己出来开会 他是很弱的 他的弱 我的理解啊 这就不是我所 我所看到的数字 据说 而且应该就是他们 议长 这邱医生议长 他们曾经也在桃园的议会 当中给党籍的议员 来做一个直接的民调 就是议员 因为你知道这议员 其实他们也很焦虑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希望找到一个最大的母鸡 因为那个市长人选 跟他们议员的部分是联动的 所以他们就有一份问卷 来反映出说 他们最支持谁 那我想秘书长所看到的 因为这份民调我没有看到 可是据说秘书长 还有这个中央所看到的是这一份 他讲的弱 因为就理解在这个议员 直接的反应当中 有不同的人 那志强可能在议员 在那个时候的反应当中 是比较没有那么样 像他的民调显出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用弱 这个字来反应 可是就那一份市议员的民调 市议员的反应当中 的确他们所提及 志强的比率是比较低 那其他几个在地人选 提及的比率是比较高 所以秘书长可能是根据这次民调 然后才讲出弱这个字 可是我觉得弱 每个人听到这个字 而且那个大标题一下 我们就想说这完了 因为你这个弱势 你这个弱要怎么呈现 你不管是网络声量 还有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所做的民调不弱 而且甚至在声调当中 声调 这声量当中那当然是强 可是他的弱势反映出市议员 地方的市议员 对他们认为是在 他们所提及几个人当中 志强被提到的比率是很低的 所以我认为他是用这一份东西来谈 但是在无论如何 我只觉得这是一个 用词的精准度上面 是很难让支持者会觉得 对的 所以才掀起一波 哇怎么会是如何如何 不过我这边要特别提到 我直接问过朱立伦就说 因为那时候就传出来 要来征召所谓的 大家知道 就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有名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时候他们 吕玉玲 吕玉玲对对对 不是外面的是吕玉玲 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我们有两位零 双零都是我们在地的委员 都是在地扎根非常久 我直接问他说 为什么要来征召 初春就认了我一样 说没有说现在又是征召 一定是找最强的 怎么可能不是找最强 我又不是笨蛋 他又不是笨蛋 怎么可能会是 所以在那个当下当中 并不是 他就当场 可是我知道有非常多人 包括很多人就提到的 议长会支持 议长支持是一回事 那有很多 其他人支持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还有很多地方的 尔语是一回事 可到最后的时候 你要定调之前 你是根据非常多 不同的数字 非常多的 不同的资料相关 包括我们说的 可能民调还要再做几次 然后包括你刚 我们刚所提到的 这个在地议员的 一些看法等等之类 年轻中和讨论 所以没有所谓的 要征召 御林这件事情 在此 此时此刻 而且我说实在的 如果已经风波 闹了这么大的 然后呢 民调数字 各方面的东西摆出来 然后呢 选了一个 你要赢 支持度最低的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四月底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各有 努力的空间 搞不好 志强的民调 也因为在这个时候 因为声势 还有他的 这个步行越来越多 我觉得你讲的很关键 因为在那次记者会里头 是 秘书长讲的 接下来 我们已经排除了 罗志强 所以接下来的民调 他并没有说 会包含罗志强啊 所以党中央 接下来做的民调 包不包含罗志强 还是就只有 党中央属役的人选 才会放入 这个民调的名单里头 智库目前是根据 他们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做民调 但是我个人 不代表党中央立场 当然 如果你有兴趣 都已经到这个部分 你应该要放 你放之后 因为你不是要选一个 最强的候选人 在最强的候选人里面 不会只是看民调 你当然 我刚刚说的 你考虑搞不好 这一波过来之后 这个市议员 是不是也应该 再来做一个沟通 因为市议员也希望 能够有一个 很强的母纪来一个带领 但是这整个数据 还有整个的意见 做一个综合 来做一个考量 才有办法 那至于刚刚很多人就提到 我知道那时候 有很多人提到 为什么 有问过秘书长吗 我没有问过秘书长 就是说他 到时候民调怎么做 这件事情应该 智库自己决定就可以了吧 有可能排除掉 任何有意参选的人 目前为止 没有说要排除 要放入 因为做完民调是三月 通常在做民调 应该是在征召之前 应该还会再有一个 可是我觉得民调 应该不是只有 智库的民调 应该还有其他民间 也会有一些人 也会去做 就像你说的 有些人做猪罗之前很高 然后为什么 我们做出来不高 那正部分 你认为谁适合代表国民党 参与桃园市长 有六成八 支持罗志强 那个 那个是网络民调 样态不一样 而且我们做的民调 当然是以桃园的市民为基础点 那这个东西 它的精准度会高 但是我觉得民调 无论如何 也都还是一个参考的素质 当然你最后会有一个选策 会有主席 有秘书长 但是呢 还是一句话 现在这个桃园的事件闹了这么多 你如果没有办法拿出一个足以说服人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出来 那你光是党内的后院货都烧不完 你怎么有办法再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就需要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说要把志强去除或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指示到底要做哪一些的事情 我刚刚只讲说应该放进是代表我个人 因为毕竟都是党内的一个同志 而且都是党内的一个同志 而且这就是参考嘛 不过我最后我还是要提到一个 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做初选 国民党在三月初很早的时候就说 这个所有的县市手上都是用征召的 因为你看我们除了14个连任之外 你算一算 南投啊苗栗 这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层面 然后为什么要用征召因为高雄啊 屏东啊台南 说实在的有人出来选就阿弥陀佛了 那时候已经预估应该不吃 民党就算不初选 内部的协调机制里一定也包含民调 当然 而且包括国民党也是 国民党也是啊 因为你不能凭空就是凭这些人啊 一份民调要杀幸福口福的民调 当然是 所以为什么不做那种像屏东那种民进党 那种三个私杀很多那种要的初选 但是所谓的征召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定调了 所以说没有没有没有立场说你已经定调征召 然后现在因为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纷扰 就变成说好我们来改变成 变成民进党的一个一个所谓像是初选的那个方式 没有 但是我我们认为就是说在整个征召的过程里面 也还一定要用数字来佐证来强力的告诉 因为毕竟要选出最强嘛 那民调虽然不能代表一切不 不毕竟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他也没有提出说一定非初选不可 他也说只要有合理的协调机制 可以被信任的民调机构 跟时间点的滚动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完全是非常合理的 那为什么党中央还要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没有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都是有点意气吧 因为他们不认为 很多的情绪在里头 很多的情绪 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说彼此之间的对话会被出来 然后到底是谁讲什么 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个延续 但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 那个时候大家希望 罗志强能够脱离这个桃园的这个层面 还是很希望他去选高雄 那因为就要选高雄这是他的期待 然后他要往这一个很多 可能在当下已经有很强的这个候选人出现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情绪上面会造成讲话的失准 因为以前文献姐姐 文献姐 他的我转述他的形容词 我觉得还挺精准的 是一种看法 他说这是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朱立伦的伤害是什么 就是哇一个主席居然这样子来霸凌 这样践踏党内剩下不多的一个战将 他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朱主席一个礼拜也会碰几次 可以直接的对话 他是桃园出身的 或许他在这个措辑 因为我没有听到他们彼此的对话 但是他从头到尾 他都很清楚桃园的状况 他也他比任何的县市都想赢桃园 所以呢他才会直接说 在那个当下他并没有要征召 这个大家所说的吕委员 但是到到一个月之后等等之类的 一定会是透过所有的数据 还有透过的讨论 透过的协调才能去说 但我绝对相信 那样的一个发言 就是说刚开始我们 你刚刚所提到的秘书长出来讲话等等之类 会造成很多的支持者 会觉得党组长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那那个是措辞上面的精准度 因为你讲一个月 至少民调滚动一个多月是差不多 一两个月至少 可是目前黄国元党部所讲出来 是两周内就要找出来 所以他两周内就要决定了 那么目前当然民调来讲 征召的可能性 会是征招鲁民者的可能性最高吗 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吗 起码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目前的民调最高 而且不是只有那一份民调 是那个时候的趋势 都是指向 他是所有候选人当中 民调是高的 那大概很多人也都知道 这个鲁蛋 他因为有说过 他不要鲁一半嘛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那么强的意愿 不过每一个人 在初选的意愿上面 都是不强 可是到最后 你真的整个的趋势指向 就是你最有机会胜选的时候 那势必党中央要排除所有的万难 去帮他扫除前面的一些的障碍 包括一些跟市议会的沟通 跟议长的沟通 跟各种的沟通 那个征招又不一样 初选是每个人各凭本事 党中央维持中立的立场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 在一个全部的选业之前 又要去搞一个初选 那真是劳民伤财 可是当你是党中央的时候 你避掉了这些人力物力的一个损失 而且党中央既然要征招你 他势必要介入一些 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些问题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征招是不是这些人就不愿出来 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大的 转环空间吧 所以听起来 鲁明哲被征招 党中央征招的这个可能性 现在发展是往这里来走 中央党部看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愿 但是这个前提真的就是 没有说一定非要提谁 我相信支持者也不会这么觉得 虽然心目中支持的人选 但是一定都支持一个公平的 合理的 这完全是合理的 假设说没有比过民调 也没有连活都抢都不列出去的 这种民调 那么这个民调的确让大家心服口服 不管罗志强或鲁哥 鲁蛋哥都在我们节目上讲过 只要桃源提出来的这种机制 是大家合理的 都愿意为对方成为最强的抬教人 我想他们绝对有这方面的气度 绝对是有这方面的气度 所以问题就在党中央 所以我觉得说你还是 我说实在以前征招 大家都自己坐下来 然后有一些的民调 那民调搞不好只是个参考值 然后有意愿的 不过有意愿很少 你在征照的时候有两个以上的 几乎都目前为止 你看他所提名的这些人 都是没有什么话好讲 就是你 像你说南投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们自己已经办完这个初选 那你说台南 虽然有龙界跟乙姓 但是我觉得这个协调 基本上是随到渠成 就很自然然就是龙界出现了 那不晓得桃源会是 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后变成全国 然后中间又有这么多的波折 但诚如我完全赞成潜求 跟所有的支持者的想法 你必须要提出一套 虽然征召 很多人认为说征召就是 所以征召就是告诉你一个部分 内部的过程 你可以不交代 也是啊 因为征召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做哪一些的程序 初选是一定要 要公布这些所谓的民调公司 等等之类的 但征召说实在的 就是你选测会跟主席 跟艺术长自己要去扛 那你的过程 有必要去交代这么清楚吗 你也可以不用交代 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征召 是要一定要根据哪一些的 可是这件事情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一些的数据 可能都要适时的 对外来做一些的公布 可能在这个说服度上面 会让大家会觉得 更有信心吧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下个小结论 所以基本上 桃园党中央征召 鲁鲁明哲 应该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方向 以目前民调的趋势来说 可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所谓的 因为桃园彼此之间的 这个以民调数字来说 大家都是不断在动 而且这几个人都没有正式表态 他们要选 每个人都说 志强那时候还没有表态 但是其他的委员也没有表态 所以在没有表态之外 大家是在同一个立足点上面 各自努力 等着征召吗 各自努力 各自努力 因为征召不是等着 本来就是三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定立了这个游戏规则 这游戏规则没有办法 做一些的改变 但这个后面到底 是不是两个礼拜 或者就我的理解 应该是五月 但是会不会到四月底 那四月底 我们目前为止 智库没有被assign 要去做民调 到四月到过几个礼拜之后 是不是会被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再看看 起码到现在四月十四号 目前为止 因为距离上一波民调 还只有两个礼拜 现在做也没有特别大意 做一份民调很贵的 好不好 连做民调都觉得好贵 没什么钱 加到中落 没错 已经是 不是加到中落 各位是家徒四壁 好不好 加到中落表示 你还有个中间指向 是家徒四壁了 家徒四壁 但知恩姐 她每次讲的 我都觉得是党中央 目前 评估里面最接近 最后结果 所以看起来 往 王鲁明哲 征召这个方向 往最强 最强的 这个方向 应该是 我们就等着看 最后的结果 我们待会回来 还有好多话题 包括各个县市 包括朱主席现在的想法 结语花吗 他的想法我不知道 我们待会请 知恩来跟我们聊一聊 用历史透析国际 用历史分析时事 只要四个外 部分国内外 通通聊起来 我是主持人李毅兄 网络人称历史歌 我在中广新闻网 周一至周五 早上11点至12点 桃园赢的几率 其实不小 为什么大家会争取 因为你看 他们的一些的 也是公投结果 不仅是公投 还有包括其他 你说王浩宇 等等 他们只要团结起来 说实在的 他们还是有 很大的一股的 在地力量 我个人觉得 所以为什么 桃园比任何的现实 更需要在地的支持 因为他不像其他 台北就算了 他们各自 各个英雄好汉 就可以出来 可是桃园大概有他的地方行 我觉得 所以他们在王浩宇的案件 在公投 他们是的确是完全是 结在一起的 所以那个不是其他 像高雄 我当然各自为证 台南很多明代也都各自为证 桃园他们是可以有办法 在一起 待会来看看高雄 那是丽娜了吗 当然是李斯川系最好的 刚刚还传讯息给我 真的 穿搏怎么可能 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他是我们屏東人 他是小琉球人 准备回现场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广先往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 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 柯志恩 嗨 大家好 刚聊到了桃园选行 但还是觉得 胶着当中 反正无论如何 两个月 两个礼拜 一个月 也该准备 一定要的 五月中旬 大概所有的人选 都会确定 虽然你们的民调的对照组 几乎都以陈时中为最高 目前过去的时间点来 但目前最新的 所有的消息 包括陈时中 自己上了相关的节目里面 去表达意愿 都说 哎呀 蔡总统 也是非正式的跟我谈 都是谈台北式 看起来一开始 所传闻 民党内部说 他只有一心 只看得上台北 看不上桃园 这个看起来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基本上 台北是由陈时中 去出战 讲案的几率很高 那么桃园 接下来呢 郑运鹏吗 还是怎么样呢 那这样 国民党在桃园 搞了这一池春水 吹奏了之后 真的还有赢的 你们怎么看 接下来赢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桃园 还是 如果说 大家能够够好的整合 还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桃园 就真的不像是 其他的县市 你说高雄 或是哪里 大家都是各自为政嘛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 失去政权很久了 但是呢 你看桃园 从公投 还有罢免王浩宇 他们其实只要 整个地方结合在一起 而且他们常常 是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有机会 所以他们一直喊团结 他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因为就他们的声态来说 在地的声音 他应该是比其他 各县市来说 是更有机会 是做一些的凝聚的 所以他们不断讲说 那个在地的一些立委 讲说 这叫团结 你听起来觉得 那个耳朵都已经长茧了 可是真的从很多的战功来看 实际不断结 其实如果说 你真的有一个人出来 他们是可以的 你帮助自检巴民案 对 他们其实是可以的 他们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呢 他们喊了老半天 所以他的在地度 还是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就是党中一直强调 在地的声音 在地的声音 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在做争承的时候 他们会问 议员里面 每一个人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然后当然是议员当中的 那个大家长的 议长的角色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桃园 跟其他地方 很大的一个独特性 所以我觉得 还是套用朱立伦那一句话 他又不是笨蛋 他是桃园出来的 他当然会知道 怎么样去帮忙 其实在党内里面 他们认为一个最合适 最好的 那至于对于外面来说 说实在的 郑运鹏跟郑宝卿 跟这几个在地立委比起来 他们基本上 在整个民调数字 显示出来 并没有那么样子的 觉得一定可以胜出 那你刚刚说的陈时中 我从来没有看过 全世界哪一个指挥官 说要去选局的 你不觉得吗 这么政治性的层面 那大家都说 我有问过的民进党的 因为我跟民进党一些立委的 有些私交还不错 他们是说 新疆 刚才看到台北市 其他没在看 那台北市首善之都 台北市怎么样说 不管从资源 整个的亮点 还有包括整个舞台来说 即使他的人没有新北高 但是他就是最大的 被大家最认为 是最耀眼的一个地区 而且你如果要夺取 不是夺取 如果你要往上位去走的话 台北市长是一个 毕竟大家都要的 未来选总统 我不知道 拜登78岁 78岁还可以选 美国的一个总统 陈时中也不过69 70 对不对 所以大家 大家对于资深的 给一点鼓励好不好 给资深的给点鼓励好不好 所以桃园这一仗 其实如果不是陈时中去打 而是民进党 其他不要正运鹏或正宝钦 其实目前的民调 显示度都不高 所以之前才会传出 萧美琴等等的人选 但是以现在台美关系 非常关键的时刻 大家又不认为 萧美琴可以抽得出身 从美国离开 萧美琴就他们民进党立委讲的 萧美琴以后一定就是跟赖清代 搭配政府总统的 这是最强的组合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给你看你的桃园 我想先问问朱主席这段时间以来 您都有碰到他吗 从这个被 他是听网路上一些群组里面的传说 我还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 他说那个主席新 新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什么东西 什么名字 卡罗 卡罗 卡罗吗 我才反应过来说 哇 他们被取了一个新的英文 所以这段时间呢 他的情绪有缓和下来吗 这个三个小时的电话 才是情绪跟记者会的情绪 第一个 我告诉你 任何跟朱立伦共事的人 绝对不会相信 他会讲话讲三个小时 他通常讲话三分钟 顶多三十分钟 不会有三个小时这件事情 所以还有多生气啊 表示有情绪在里头 应该没有 后来也证实 完全没有三个小时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是中间有讲了半小时 然后大家各自去 比如志强去找朱朱姐问了一下 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再来面对面 再来讲三十分钟 所以那是整个开始电话 那中间大家都没有在讲 各自去做不同的事 然后最后又再通一个电话 应该是这个过程 加起来是三小时 朱主席不会跟人家讲三小时 他不会去跟人家讲三小时的 对啦 想说大概讲几分钟就会解释 他不会讲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不会去卡罗志强 这点无论如何 不管大家有什么意见 罗志强是大家的战将 他没有理由一个主席 任何人只要在任何县市立项战功 这些都是主席 都是credit主席一定会有 所以他没有理由去卡罗志强 他只是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高雄目前为止 大家非常的欢迎你 那桃园大家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可以到高雄来的话 那也是一种选项 所以他没有理由要去卡罗志强 我觉得这是支持者可能对他在这个批评上面 但是我也同意就是说在这个过程 或许是一些言语一些情绪性的发言 再包括一些的用词的不精准 让大家觉得他会去想卡罗志强 但是要用卡罗 这倒是真的好有才 但是以党主席的立场 还有不是他的利益关系人 以党主席的立场来说 谁能够有战功 谁就是胜出吗 我不觉得他需要在这时候去卡任何人 你如果说在党主席 跟他一起共同竞争 卡谁卡谁 可能还有可能 这个是县市首长 这也是完全对于他2022是否 2024是否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年当中党主席的威望 你是说2024朱立伦有没有机会 我说实在的 他从来以我们目前对话来说 他从头到尾不会有人去想这件事情 2022这关都有没有办法过得了 怎么可能会去想2024 我觉得这想太多了 他自己2024的大卫有规划 我不觉得这个时候 他会去做这个思考 我也从来没有在对话当中 或是做任何事情当中 还有这方面的提及跟任何的心思 从后到尾 先去搞定桃园 搞定新竹 搞定苗栗 还有我们的澎湖 太多县市 这都是立即要去做的 怎么可能在这些事情没有做完之前 或许想到两年后的事情 这不合常理 过去的政治生涯 都是打顺风牌 一直在年轻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官位 或者是职位 或县市首长的位置 都是顺风顺水 但是他现在碰到这个情况 包括当了党主席之后 党内有这么多的协调不顺利 那么甚至在民意的舆论上面 有这么大的负面的压力 那你觉得他此刻 有一些调整 或一些变化 或是在心态上 觉得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如果说跟他以前碰在一起 因为我周围有很多以前 跟他在新北共事 甚至说陈学胜 他现在是我们智库 教育文化的召集人 他是跟他在桃园就开始共事 所以他们认为 他整个的心态心境 还有对人 还有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真的比过去 缓和委婉 淡然很多 应该有 可是对不起 我也是 他虽然提名我当部分区 可是中间都在立法院 我也没跟他太多的接触 是这一次兼任他 秘书执行 这个智库执行长 一个礼拜可以看他 两三次的时候 跟他比较有一些 密切的一个接触 那对我来说 反正我这个人 像来当老师当官的 他就是想 该讲什么就是讲什么 我并没有办法感受出 以前大家像学生讲说 他以前那么样的一个强势 很多事情 他都是他自己说的算 但是从他很多人 每个人都说 他的确改变很多 起码 他对于很多事情 可以看出 他的确是有在做很多的忍耐 忍耐忍耐 无论有败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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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桃圆在一个这么有机会的 这个县市里头 有机会拿回来的县市 现在搞到一团乱 那么各种的情绪 跟不同的意见在里头 这个如何才能够把 大家的明星 还有团结的力量挽回回来 一定要有一个 适当的 大家心服口服的人选 才有办法整合走出这一步 否则就已经 拱手让人了 你说其他的县市我不敢讲 那秘书长怎么意见我不知道 可是朱立伦是出自于桃园 他很清楚 他当了八年的县市长 他不会可能为了地方利益 或为了要 please某一些人 然后把一个 可以赢的人 或是趋势 都显示稳定领先的人 然后把他干掉 然后选举一个 可能大家认为 另外一个地方会觉得 我觉得这都是有多方考量 朱立伦真的 他的脑袋瓜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聪明很多 对了 他是一个聪明人 但是我觉得 以桃园这一句来说 他不会为了大家所提到 过去在网路上 或是有很多人 媒体民嘴所提到的 为了一些地方等等之类的 包括我也相信议长本身 他现在或许有他自己的支持者 可是如果真的是到征召之前 支持者的民调 没有办法起来 你觉得议长会堵下 他所有的东西 就是硬要拔这个部分 你知道五月确定后到 当然不必 你到六个月当中 你有多少的事情要去应付 你如果没有办法选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你要自己扛这个部分 我想没有人会愿意 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可能 这种扛法 更是一个所谓政治的伙伴上面 我不觉得 这个逻辑就是这么清楚 现在桃圆只有一条路 就是一定要把民调纳入 罗志强之后 做出一个结论 然后这个结论 说服了大家 提出一个候选人 如果再只是排除谁 排除谁 而做出来的结论跟提名 我相信就是准备输而已 我个人认为 这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至于选策会跟 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选策小组 怎么去运作 我目前为止不得知 因为我不是里面的人员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才是有办法 是说服大家的一种方式 而且不是说最好的 最强的候选人吗 对啊 那就是最强候选人 就是有很多数据 而且不是只有一份数据 很多数据来 来做一个综合参考 是 我们往其他县市走一下 也传出来新竹 是不是准备 也要征召振振钱吗 新竹目前为止 他们议会本身之前 根本就是在整个运作 还没有开始 其实他们本身就开始 有一些自己的民调 那时候是林庚仁议员出现 那目前为止 郑正前委员好像也表达 他对这个职位上 也有一些的兴趣 所以那新竹也同样的 还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这个征召嘛 所以郑正前跟林庚仁 他们目前为止 恐怕要透过一些的民调 或是在地的声音 当然你要看看 他们对方派出谁 比如说民进党派出个高红安 然后民进党应该是个正红辉 那他这些彼此之间的对比 又是个怎么回事 我觉得还是要透过一些民调 才有办法来 然后这些人 这些候选人 准候选人 也因为 也应该会看到 他们持续做的这些民调 自己知道自己的 这个所占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们的协调度 应该会比桃园 他们的协调度 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比较不会那么激烈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彼此都有在做一些 长期性的一个观察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自己跟别人对比到底是如何 新竹地方告诉我们 就是正前世 大家内部觉得 反正他每次都会选 应该也会选 你基本上 大家都是没有疑虑 就是地方上的 给告诉我的看法 新竹 桃园 如果党中央目前这个方向 无论你的程序是什么 只要程序正当 推出个候选人 台北陈志忠往台北走 蒋万安 目前的民调的看法怎么样 万安的确是需要紧张 因为过去你看不同 其实蒋万安不用 不用我们做民调 我们的民调里面 没有包括 没有包括要做台北市 因为大家都已经 大概就是他来出现 但是你会看到 你看从过去 赢五成四万安 只要一站出来 所有的民调 他根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五成多几条 可是现在 你会 你会看 但是我必须要说 为什么黄珊珊 虽然可以从十几到二十 我们所看到的民调当中 都没有到这么高 所以我不晓得 是不是民进党 还有在一些的 民调的数字上面 因为你民调会 根据你的提问 有些时候会导引 这是撒卡都的关键 撒卡都的关键 我们大家认为说 你看都这么绷紧 黄珊珊不要说拿太多 他只要拿10% 就对万安造成 非常大的影响 那更何况 疫情又起 各位疫情又起 对蒋万安 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陈时中 永远有他的舞台 柯文哲 有他的舞台 然后副市长黄珊珊 也有他的舞台 那这时候万安就有可能 在这一波讨论当中 就被边缘化 当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被讨论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容易 被在这个 整个数据上面 其实是会往下掉 这是万安的 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只要疫情 你当然看到说 疫情起来 可能大家就开始 批判陈时中如何如何 对不起 疫情起来 展现的机会会更多 那你都没有 这样办法插到声音的话 那这一局到底怎么办 所以我只能说 万安真的需要提高警觉 目前为止 虽然他还是处于领先 可是那领先的幅度 是慢慢在缩小当中了 对 所以这个缩小当中 就代表陈时中 出来的几率就越高 当然民营党内部 在这个滚动民调的关注度 还有网络声量的关注度 会影响决策 大家都知道 这个连结有多深 算是非常有弹性的 但是陈时中 说实在 他是全国性 大家对他的支持都还可以 对台北市 这样一个天龙国度来说 你不觉得台北市的人 对他 负面声量最高的 然后台北市 你不觉得他们的市长 都有他的一个想象空间吗 就是你一定要 你去看历届 他们所选出来的 很难是从那种基层出来 因为台北市就是希望 你不管在学经历各方面 长相学经历各方面 总是要有一个 跟大家不一样的 一个更高的标准 然后你 长相的意思是 我没有不管了 我是意思说 柯文哲 阿伯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他起码也是一个医生 对不对 然后其他 你看他历届选出来的 都是有一个 大家认可的一个方式 因为台北人选 因为台北人 不会像地方一样 我需要你在地服务 我在台北住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 被我的里长议员 委员照顾过 不是吗 而且在台北 说实在 你选举 花的钱 扛爆点钱 其实跟各县市比起来 是最少的 因为大家觉得 你要是挂了不好看 就很讨厌你 所以台北的选法 是跟大家不一样的 我们 蒋乃馨委员 在选大安区 他的整个政治 他的整个花费 大概是别人的 大概十分之一 台北市 所以那是不一样的 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大家对于台北市长的想象 可能阿宗市长 出来选的话 会比林佳龙 更具有所谓的 竞争度 我都要画上一个问号 所以林佳龙 还在做争取 是 昨天据说 在嘴边有拿给我看 他在一个群组里头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有有有 他有个十四人的群组 对 他群组里面 就通传了一个 说批评陈时中 哎呀 在疫情期间 昨天报新高 七百多例的确诊 还在跑通的新闻 林佳龙通通传了 这样的新闻 林佳龙对于台北市 他也是非常信心满满 他们的政国会 其实也做了 非常多不同的运作 对 所以你说一定是陈时中吗 我说实在 陈时中出来跟蒋湾 PK 这两个人 我也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愿意选择陈时中 特别是对于台北市的家长而言 12岁以下的家长 这个所谓防疫新规定来说 哎 这一点 我们这个两个 儿子的爸爸站出来 跟一个 让大家家长这么担心的一个 这个卫福部的部长 我觉得 蛮好的 这连动的是桃园的选局 如果陈时中最后去了台北 那么桃园自然就不是陈时中 目前民调上所显示的 一些的还蛮多的 这个差距 就会要到台北来考验 而不是桃园 这个联动的效果 当然也是很大的 待会回来 我们先进广告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高雄 高雄也是另外一个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 继续下去的局 但其实这都是近期之内 必须要有一些 最新结论的这些地区 马上回来 用历史透析国际 用历史分析时事 只要四个外 部分国内外 统统聊起来 三三六六的人 今天有人来 有个不一样意见 没关系 我都看不到 我都近视野 我都看不到 没问题 会啦 都会有啦 你看黄伟翰 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被骂都不行 伟翰哦 好不好 还有正常啊 非常才有流量啊 就是说他 他有一些 他自己的代表性嘛 当然是了 而且是浅秋的节目 大家知道浅秋 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嘛 对不对 你会被骂吗 当然也会啊 但是我绝对不会 支持做这不好的执政党 没办法 这个是媒体的职责 好 我只想看一讲 因为媒体都现在都心理的 如果我们自己 再来搞这些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浅秋万事》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 我们的柯志恩 执行长 智库执行长 在这段时间以来 蓝军其实真的 苦闷很久了 支持者 那几次的选举 公投的结果 大家已经就是 策心 那所以 这个四年底的 县市长的选举呢 其实是非常艰困 不管是任何一个地区 都一样 当然 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那么比较门民党好了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已经准备推出 KLASS 是不是 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念 KLASS 说是年轻世代的选战 但花莲当然相对 比较没有悬念 对 可是往南一点 像高雄就不一样了 那么高雄 当然党主席 希望罗志强 往高雄去选 就是因为所谓的 艰困选区 也搞不好 跟蔡英文想的一样 年轻世代要选战 互相拉抬等等 但是问题是 目前的确是 没有具体的人选 那最近有传出来 一个人选 叫做陈丽娜 在地的议员 我觉得最主要是 高雄 或许你可以派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但是高雄在地 很多时候 你看那么大的一个选区 如果你没有一个 全国性的人物的话 那在地 其实也是一个选项 虽然在地 你会面临一个 很大的问题 都平平都是议员 我说实在的 大家 我们以前讲 文人会相亲 对不对 那议员彼此之间 为什么是你 你有比我比较好吗 这是在地 你如果从在地里面去选 你面可能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陈丽娜 她已经五届 我印象中 她已经相当 而且加上他们在地的一个 而且她的表达各方面 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犀利的 对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 除非你有一个像 李四川这种 有全国知名度 而且在行政历练上面 也是被大家肯定的 但是我们的川伯 就是另有她自己的一个想法 她是不愿意到高雄 那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人物 可以过去的话 那在地的议员当中 为什么不是一个选项 我觉得这也当然会是一个选项 但还是一句话 那你就必须要能够 让这些所有的议员 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来支持 不过高雄的确了 党中央面临 很难去找到 可以出来打仗 所以为什么当初 有说罗志强 因为他整个对议题的创造度 还有对于一些 对于陈其脉 还有对民进党的一些打法 志强本身在国民党 算是温和的 可是他对民进党 是完全不留情的 他绝对是的 而且他所讲的话 整个脉络各方面 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所以由他来把这个 一个死气沉沉的高雄 带动一个话题 或许可以对议员的 这个名额 甚至可以延展到 我们的屏东 也稍微能够把它做一个 而且如果他在这个高雄 跟谢永健 组成了一个南高连线 那势必民进党 要有大军去应付这一些人 也可以不用全力的来 全力来去攻台中 新北 陶北 台北 那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战略 那目前台南石油县容界 他的议题创造没有问题 如果高雄能够有 这样子的人物 可以串起来的话 有没有选赢是一回事 但是起码把这个兵力 可以牵制住的话 对于其他还是危险的地方 甚至还为民的地方来说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那讲到川普 我就忍不住帮他讲一下 党中央也是很有意思 他其实在跟 包括公投之后 跟党中央一次也没有过 所谓的劝禁或游说 但党中央却跟媒体不停的说 上次有好几篇报道就说 党中央经过多次 不停的 甚至常常三天两头 去跟他见面 拜托游说 然后都失败的情况之下 所以只好如何如何如何 要提可能考虑 我自强或等等的人 可是川伯是一个 很踏实务实的人 你有就有没就没 没有错 他很早的确有讲过 他的这个意愿不高 但是我们其实旁边的几位朋友 总是认为 说不定不是没有空间 是 可不可以试试看劝禁 那么也以为当中央进行当中 那你既然没有劝禁 你又何必去跟对外 一直说我们劝禁的半天无果 那表示自己很努力而已吗 你问了这个党中央就跟我不太熟了 有必要玩这个招 我倒是在前几个礼拜 有跟 因为我们都是屏东 屏东同乡会的 跟川普有碰面 我也亲自问过他 他说 没有啦 我是驾 驾驾驾驾什么 锄头的 驾驾驾驾 他没被选记了 我也直接问过他 或许他们 党中央是认为说 他太多人去跟川普有这个互动 也都知道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至于 是不是有直接问他说 你真的没被选 这个动作有没有做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 可是我很清楚 这个川普真的是 就你所说的 我们都有一些私下的互动 他也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 川普的这个互信任度很高 他讲说没有 我相信觉得就是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需要讲 好像你做了很多的努力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高雄看来 目前党中并没有其他 更出色有可能的人选 当然也有人提到 朱立伦主席自己 御驾轻证 好像没有听过 有人媒体问过了 可是这应该不会是在选项考虑当中 因为高雄 因为还是一句话 在地的 全国性的 说不定最后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他起码没有跟我们 至少可以象征 朱主席的决心 那问题是如果在地 而且在地可以长期经营 如果你就是有两种选项 一种你就啪一声 好像春雷一响 我们朱主席 御驾轻证 这是一种 但是有另外一种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 更具有潜力发展的在地 你选输了 因为这样屏东 高雄 这些都是都需要在地培养的 那这些人选输 继续留下来 扎根 蹲点 然后再往这个地方 角度来去做 这是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 我也不晓得 他们最后会做成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决定 但是目前的确没有这个考虑就对了 没有 你说朱主席啊 朱主席御驾轻证 对不起 我没有听他讲过 我没有听 我在一个礼拜跟他碰面的机会当中 没有听他 或是有讲过类似像这样的话 没有完全没有听过 都是媒体突然之间问到的 所以看起来 由在地议员来出现 如果没有更 如果更没有全国性的人物的话 我们全国性人物还是有很多啊 我们以前的 以前 以前 全国性人物很多啊 像是 张善正也是全国性人物 对不起 因为我等一下跟他开会嘛 所以我突然想到他 张善正去选高雄吗 不知道 刚刚张善正去选高雄 我也突然想到了 因为我等一下跟他开会 突然想到 他也是 他是我们所认定 全国性的人物之类的了 但是没有人 应该还没有人跟他提过这件事了 不要再冒冒出一个名字来了 我大家又要开始往这班去做了 对对 没有问过他 只是刚好突然想到 只要有机会的人都可以评估啊 为什么不行 浅秋以前当过高雄 我们是新闻局长 好不好 不一样 这个千秋万事也不得了 千秋万事 你可以不用戏纸 你可以到那个高雄的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更优秀的人在前面 你屏东你真的不选 那现在屏东人家初选 已经厮杀惨略之后 出来确定的人选了 所以那国民党屏东呢 屏东因为我们有在地就有一个苏清权 他以前也是不分区第八届 我是第九届 而且他已经进很久了 而且他也很努力 你像他以前在那个上一次的选举当中 他跟潘文康是创下这个差距最小的 而且他现在也是觉得说目前为止就是他一个 就是他一个 我说说我们支持在地 我虽然是屏东人 我也是念书念到大学 才离开屏东 而且我是屏东女中毕业 政治大学 所以我是念政大才到台北来 而且做了这么久 但是已经三十几年没回去 现在不是都强调要在地耕耘 在地在地吗 光是这一点在地 我就没法倒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地三十几年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回去 我知道大家有期望 可是因为在地已经有非常认真的候选人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单纯化 好好的支持在地候选人吧 好 所以看来屏东的这个提名的人选大致 有意愿的就这样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因为是啊 因为是啊 也没有其他人愿意出来 而且人家就已经选过县长 也当过立委 在这个各方面资历当中都是相当不错 而且很认真 很愿意 很有意愿 你知道屏东高雄台南这些 你只要有意愿出来 我们都要给他拍拍手 要全力支持 因为这真的是很艰困的 所以因为很艰困 所以我们才认为在地是很重要 你总不能选完就跑掉 我觉得在地人民 如果说在世 国民党在用这个方式 选完就跑 选完就跑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 在地的群众来说的话 他们真的是 是会对我们这个党 是会有些失望的 所以除非你是 很全国 那个就是 少不出几个来的那种 那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策略上的考量 否则应该都是用这个角度来 会比较是务实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 真的不管高雄或连新竹 这些地方都已经讲到烂 但是还是忍不住提一下 都没有蓝百合的任何空间 不太可能 因为曾经在高雄 包括了苏 苏医师 苏委说医师 他都提出来说 有没有可能是在地联盟的概念 一起在野联盟的概念 由在野党一起推一个候选人在高雄 现在看起来好像 不太可能 而且他们在地的文化都是不一样 就我的理解在高雄 他们每个议员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各自都有各自议员 因为像国民党这么样的衰败之后 其实各自各地的议员 他们都靠自己的力量 不管从经费 各方面都自己来 所以他们当然就用 他们就从自己的方式 来做这方面的处理 那我如果跟你合的话 我的空间是不是小 比如说我跟你合 那我放出一个位置 给礼让给你 那势必就要牺牲一下自己的一个同志 所以没有这个空间 你会合表示你们还有一些的利益 可以互相来做一些交换 等等 像民进党 我叫你不要去选这个 因为我给你别的位置来去做 你可以互相游刃有余 那我们现在拿什么 每个人当然就是 他们当初支持柯文哲的概念一样 是 你柯文哲进去 但是有哪些局出所的首长 你要放我的人 你的副市长要放我的人 或等等之类 这彼此还可以去谈 那蓝白彼此之间 请问由目前为止 手上有哪些筹码 可以来做互相的 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当没有的时候 每个人 这是一个人性 当然就为自己的部分 来做最大的 一个厉害上的绝取 我觉得这是人性 所以我不觉得蓝白 还有任何的核的空间 你今天告诉大家 好 黄胜山如果不要出来选的话 我国民党 理让你几席的议员 这合理吗 问题是 请问让谁 你光是在地出来选的议员 都摆不平 你怎么有可能 最有迎面的 可能高宏安在新竹选 然后跟你们合作协调 另外一个县市的支持 看起来现在真的是 完全没有 完全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因为你从逻辑上来去看 我理让你高宏安 然后让我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挣挣钱也要选 对啊 所以说你怎么摆得了 这些人的支持者 所以我觉得讲这种话 到目前为止是看不到任何 因为你光是 还是那个 本身两党的筹码不多 你没有像民进党 那么多的位置 可以让你 你没有这个 我让你到另一个地方 他们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甚至好几个 好几个萝卜要砸掉 放在同一个坑里面 怎么可能 那萝卜长得不会好啊 对不对 因为民调支持度 这个民党有时候 已经超越国民党 成为第二大党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这点我要说 就我们的长期的部分 包括你看 TPBS民调 长期在做政党民调 顶多就是 最高最高是差八 绝对没有超过到 这个部分 这是长期 你去看TPBS民调 你不要看我们 所有的其他的 这些民调上面 没有差距到那么大 有信息 民意让他超车 还是有困难 目前为止 还是 不过国民党 是真的要加油 真的也不能太那个 真的要加油 什么时候变成 跟民众党去比 谁第二 不要这么样子 好不好 真的像是太逊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好 今天谢谢委员 到我们的节目上来 祝大家平安健康 拜拜 谢谢 谢谢